看望个视频,点赞,愿期望,大家好 我们华人,中国人和华人都是对这个名字就特别的重视 那当然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名字都是比较重视的 但是华人我们好像是共看重一点 所谓的名正言顺 所以呢,父母对孩子的名字也是比较重视 那当然名字它不是决定百分百的了 就像我们说的,家庭背景、风水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的八字 这其实更重要了 但是我要说一下 因为这种都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字 它是象形字 它是有代表一种信息 那种信息 那我举一些例子 就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道理 我自己在身边检查一下 我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理论上来说 我们这个名字的东西 大家有一定的信息嘛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几个例子 我们说这个 有个 一个叫棚字 棚字 我还是用个简体字吧 简体字 假设这个棚字 那么这个棚字的人呢 是老婆很可能有第三者 老婆有外语 为什么呢 它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看看 因为我们在名字里面呢 是这样的 这边是左边是代表男人 代表男人 右边是代表女人 女人 那么 那么如果你是个男的 叫棚的 对吧 那么这叫棚的 那么你这 这是叫棚 这边是棚 对吧 我还是打字好 看着 这棚 这边 鸟是在这边 是代表老婆 那棚里面 是不是分了两个月 等于说自己是一个 那么这个是不是代表 另外一个人 跟你一模一样的 对吧 因为 所以代表的是 这边是代表 是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 也能这边是 一个女人是老婆 对吧 老婆 设就是老婆 容易有外语 这个棚子 举个例子 当然不是百分百 就是说 但是这是有一种信息 而且就有一点概率了 我们说概率论了 比如说 我说个柱子 柱子 这个柱子 是男的 叫柱 那么很简单 我们说 左边代表男人 左边它是个木 对吧 右边呢 其实它是 我们有这样看 要么就看着 是个 两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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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土就说了 那木刻土 土是它的财心 也就是妻心 是女人心 等于是这个男的 有两个土 就等于两个女人 所以呢 有住着男人 又容易有逃亡 容易有外语 因为这等于是 当然它也有钱财 因为它刻土 土是财心 但是它也有 有女人 代表两个女人 所以这个 再说一次 是可能性比较大 是这样子 我再挤 几个例子 身子 身灵的身子 身子 你想一想 我们是这样看的 那这种上下结构 或者是 它是上面是代表男 下面代表女 那么你大家都是 老公是木 老婆也是木 那大家都一样木 那中间这个木 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带第三者 对不对 第三者 算了这夫子之间 容易出现第三者 容易出现 第三者 是不是 这个身子 再来 夹子 夹子 夹子你看嘛 那这个代表 代表男人 这边是人 人之旁 对人之旁 那另外一边 是不是两个图 对不对 两个图 那么就是 是不是代表 如果是 如果是女人叫家的 是不是老公容易 老公有外遇 对不对 因为他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嘛 对不对 一个男的 对吧 一个男的 两个图 是 是吧 图 图 对吧 是一个人 跟两个人 在这里 对吧 老公有外遇 那又举个例子 是贵 贵啊 贵是不是就是刚刚像柱一样 柱一样 就是一个木 两个图 对不对 一个木两个图 那么这种也是说明这个男的 永有外遇 对吧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女的叫贵的话 那么是老公 永有外遇 对不对 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 例如说 三子 三 三是不是 这个 这个这边是老公 这边是 两个女的 老婆 那你说 这是老公 这是老婆 那中间是不是插了一个跟老婆一样的 对 这就是什么 老 永有第三者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 分享一下 其实名字 就是起名字的时候 其实要很小心 因为用错了字 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 好 谢谢大家